以滋参政,意为圣人明天道理立即,立人道理至教,本为明道而作。 有观内修性命之功甚多,故讲意义注意道功,一意即本天地之道未教, 内中多产神鬼之德,阴阳之情,习义者,必有尽性之臣。 而讲意时,应注众人神因果之理,一意名神道,为明性命之源, 即凶获福,均属义中不有之义,凡人深穷达受邀,皆有定数,不可忘概, 则习义者,必名行藏之所义,得失之有定,故讲意时,应注众及凶毁令之说, 而求其无费于数也。 而求其无费于数也。 一意者,包括道德性情数向各类而言者也。 言吻必顾义,言数必真相,应名思义,因类辩误,因此审情,不可偏执。 故讲意时,勿求其贯通一切,而动明圣人立教之指,一意之言及凶, 众在数,言数,众在相,数见其器,相别其类,以真人士之所合, 即以策天道之所移,而见相必应施规,明数必后弃运,天干地之,五运六弃, 监意所重。 故讲意时,应并极战士之术,测验之方,一意之为交, 愿以授明全身之道,推之成人成物,以智制国平天下,莫不贯通。 而愿使要终会必应施规,人之习义,亦当求其先后,不可好卫素以秦怪之谈。 故讲意,虽不能如王毕之扫相,亦不可如废世之土以灾意延远, 一意道国大今生,无不包废,内则修己以异天人,外则成人以异道德。 而本末义以贯之,即时终也,习义者既安思义,必其实行, 勿求行动显宜,严丝不悖,而能有德以为是德,有道以为人师, 书可使义教众名,圣道以广,以义之为教,始于古圣,产于道宗, 乘于儒者,严迹为经,至游玄妙,故该各教之义,及诸派之大臣, 习者当以圣人天下为公之心,义本有教无类之指,不可自存门户, 有入主出独之鉴,以自侠而侠圣人之教也,一意传至今, 诸说不义,汉诵各异派,如道不同宗,遂至一论分歧, 真识拘语,图乱仁义,何必圣经,精资讲义,勿求产名为言,表彰至道,不值于宗派之习, 不图未痛意之求,即令汉诵诸如有所酌见,能探经之,不亏经义, 人可互相语,其其贯通,无问其人,知真于事,则于圣人讲事之后, 又可多地研究之注云尔,以上各条,细未讲义之前,必知之事,以义经至不义名, 必先知其言义之道,方不为其徒所悟,略指大概,以告读者,或亦及深言积之一注焉, 说明义经在未讲之先,有意情准备诸事,因此经不比他书,但是文义,即可明白, 必将图像书里战役诸学,均为说明,反讲述时所应注意者,当先指出, 使读者随闻参证,更无疑义,并可求其实用,不导须谈权理之必,故于讲经之前, 须悦加说明,定位立言,实际讲之后, 实际讲之后,均可按图所记,不至场谎于,有偏于汉送门户之鉴,而能会通究竟,有以探天人道德之源, 须悦赴负夫夫子灵坛教会知福心也、徵旨续, 一道玄为,志于无名无形,意向广播,包污万物万事,盖不三别以后,无物不在意中, 未有天地以前 一气即为一体 故先后天之名 守着于义 天地鬼神之情 敬费于义 性命道德之言 奸祥于义 生死变化之术 君术于义 以言天地 则敬其神 以言人物 则盖其道 以言枉 则诉诸无始 而立其极 以言来 则推至无尽 而名其化 以修 则道立而得成 以心 则适离而勿顺 以其公言 则成王道之志 而无所为 以其体验 则福先佛之真 而大有得 以用于寻常 而不费于情性 以至其远大 而能顶于中和 则为道德 则为道德之宗 命述之本 天人之所有以 事物之所有平 政治已成 制作已成 君子小人各尽其德 尽于贤否各事所成 虽取舍万疏 而礼于一道 虽变化静态 而归于至终 盖本中天道之常 仿于大道之德 以于人物之情性 便于幽明之感通 故在天地间 深沉者莫能外 从事物间 行止者莫能为 允一位万古之师 万类所遇 以为教化 则包诸宗 以为文章 则造至极 苟非至圣 孰能为之 故夫子辈言其经 诸如赞其谣 何五经以正其忠实 力众善以真其出成 不可视为古书 同诸旧始 不可成为文义 必知诗词 必知诗词 精益求精 必实行而厚德 博而返约 必贯通而有成 誓意将眼不厌其详 言求又虚尽 真闻而保藏于心 等诸诗语 等诸全权之言子 及思而实行于世 无复寻寻之以山 数亿道过见众名 后生不明不絮 则是寓意将成打志 万国进化于思文义 世为序 序利 复圣序利 义者 古圣人作业 传于桃西 少数于神浓轩缘 既成于遥顺及下后世 周文因而变化之 以曾经传之经 盖袍西时 因何图洛书之见也 弃神之淫欲 而终极有力 道者 一体以用而不穷 天者 一道以行而不习 是以有本则不失其续 有道则不尽于用 以不二未得 则深深不已 以至中未体 则循环无端 皆顺乎自然 是以至道 无畏而无不畏 无私而无不忠 无虑而无不得 故名道之为道 则天地人物 莫外道已生成 明天之为天 则生长名须 莫非弃所运用 明生之为生 则己凶受妖 不出数之进退 明术之为数 则行葬出处 以因时之推渝 时者属乎天 为者立于地 天地者 人物身存伤杀杀之乃 实位者 事物消长代谢之机 由天地以后言 则人物自天地出 由天地以前言 则天地自道成 所谓行上为道 行下为弃 到弃之间 亦以贯之 世为之义 故作亦以明一切 凡先天后天人物 莫不归于义 义者亦也 终业 吉业 无始而有始 无形而有形 无明而有明 义者 自有以宿无也 自无以推有也 有无君其余意 故义作而有无以明 天地祭奠 日月山河 各有奇迹 非前目时 各有其类 世代必善 岁时迁移 各有其绪 生长收藏 营处美恶 各有其名 而异于不一 同于不同 各因所事所谊 以始以终 其所维系之道 往来之徒 各因所何所至 以臣以拜 皆统于义 以归终极 而顺于天道 故义立而万类已定 天地之间人未贵 人之深夜 受天地之中弃 而有性命 顺造化之推移 而恋等名 因生两老死之道 而有人事 因息怒美恶之感 而有人情 而又以事 全知 立知 导知 亦立于成德 而有 而又以教之 惠之 见之 领之 以尽其愿使药中之道 世皆备于义 故义立而人道以全 夫圣人之于天道也 通于神明 见于隐为 于人道也 明于性情 悖于教证 于物之仪 世之立也 相于本末 朝于变化 而后立意已告于天下 垂于有众 使天下故义所生化之道 不失其修位之德 不惑神鬼之灵 不被信命之责 而皆生成安乐 与物同寿 与天地同德 日月同明 鬼神同其吉凶 弃欲同其变化 而后圣人 成物之道 尽 成己之德 而天下无故被其德 月其道 此则圣人立意教明之功 可并天地父载 其名成修道之行 即同于至凭正行之师 故义之力也为教明 而人之名义 为御圣人之教 以至于自明成者也 天下人类 天下人类 果皆律世交武力其成 择义之道成 义者 有义之义 言将义天下也 有不义之义 言是其体不义 而后其用不敬也 有见义之义 言推始于太义 而立本不二 以称其无习之德 达其用忠之道也 知思三义 而后明义 义起义言呼哉 宗主复著 经间将讲义之法说明 讲师采用一善本为准 五经各本 向多用朱本 为一经 朱本有慰善 不及后世来世本 不过来世所掩图表过凡 只宜参考 难为评本 经奉夫子命 旧来本 截取必要图表 复列经文之前 去其凡而存其经 以便初学 因言亦必用图表 前人均有传图 为讲习之用 汉时如者诗之 人传于道家 即数数者流 如人指众文字训谷 虽有所得 不以赴经本 使图表如传 非义之不用图表 非义之不用图表 也 诵时以周少之所习 得于道家 参于数数之书 金城诸审则 家于经本之前 亦于事有图说 而不得其权 不明其用 人无补于意 来世负增也知 亦广其知 故教详辈 而不明其统系 不知其用之主兵 亦知先后 由难此息者一物了然 经就所也 家于省政 为之讲明 以见古人 异教之权 而敬异道之用 属于后世读者 有所利益 至其错误或 遗留之处 随时指证可也 又约言一本天道 而习一则人事也 言天道则重器数 言人事则重相 以气数言相 是天道 以相言气数 是人事 因气数难知 相意见也 先有气数而后生相 此天道之自然 先明相而后明气数 此人事之自续 要皆本末之道也 如见天灾时变 而知天意 即由相互之气数 是由末达本者也 而相因气数所生成 非有相而后气数至 是由本即末之道也 故名本不必求末 而不及本者必自末时 今之灾变多矣 天之风雨汗辽不必论 即物之为便亦火矣 驱出道上 鸡身双手 种种怪异 飞向之剑烟 至于黄乃之灾 又其致名者 皆气数所感化而然 欲名气数 但求之相 即知天便知不已 故灾有天灾 亦有物意 而莫非气数